Kent,這陣子已經嚇壞了 怎麼了? 沒錯,這陣子也很努力 和我的師妹去這裡 這裡?物理治療師? 是診所,就是診所 你別告訴我 別人打碎我面針,弄傷自己 你有所不知 美女在等著我們,我們走進去 你去看看,你進去就明白了 我來 不得你來看看 這位就是我公司新人Angela Angela,你好,我叫Evan 我真的很合理,很漂亮 很棒 不過這些是簡單的 我和你做的比較厲害 這些是簡單的 你是不是想跟我鬥過 不如就鬥勁,鬥帥吧 好 我現在馬上拿相機拍下你們 你們一會兒 最有型的時刻 看看誰最有型 我… 我… 我怕你,我也是我 也是我,我不會怕 我是你 這個就是我的教練James 你好… 我們今天要做甚麼 我們今天要先做第一個動作 熱身 這條繩子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大繩的動作 好嗎 很簡單 我想你們保持著身體直 好嗎 然後就動 各位觀眾 迷他教練不斷踏 好像很容易 其實他的功力 拍得住火雞 遮打賴尿牛丸 率先下場的有Ken 雖然他手臂和繩子差不多粗 但要他踏幾下都不成問題 不過再踏幾下就… 臉都紅了 鏡頭一轉輪到我了 深水清的觀眾 應該都記得很清楚 這個遊戲重點是鬥型的 所以大家不用理會我有沒有冒冷汗 很累 保持著… 5秒… 5秒而已 4、3、2、1 好… 你的臉都青了 好… 有紅、有綠就對了 有,你… 我想說很辛苦 教練覺得我們要怎樣 不是,做得不錯 像Want Up一樣 算是這樣的 我們已經很認真 那Ken呢 他臉不改容,他習慣的 不要,差一點 是嗎?小臉都青了 沒甚麼,還可以的 不如先看看照片 不行,稍後再一起看 那我們要做另一個 你還可以嗎? 精神了… 你還可以嗎?我還可以嗎 我還可以的 好像沒有做過事 是嗎… 我又看看你行不行 好,來吧 這張就是我剛拍紅卓立的照片 是否很有型 教練,是否畢業 不是,剛開始而已 不是 我們好像奧運一樣 這樣吧 會人舉五下 好 舉完五下之後 如果覺得輕的 那就加重 舉到大家舉不到為止 好,那鮮尼要先舉幾重呢 我們先舉五公斤吧 會人,好嗎 唯一節省時間,我先幫忙 你看看Ken整個熟手技工 就知道沒甚麼難度了 鮮尼每邊五公斤 再加上中間的巴 整二十公斤 好,來吧 一、二、三,去 好,來吧 去 這些三腳貓功夫哪難得到我 Ken在旁邊看好像很輕易 待會加綁你就知道 輪到Ken你下場了 大小的手套 整副武裝似的 其實江若林拍高舉愛做舉重選手 都說要增肥二十磅才拍到 好,我和Ken兩個這麼健身 雙手指是震震的 算是這樣 不行 他還沒拍到,他還沒拍到 他還沒拍到 來,一、二、三 太好了 怎麼樣?再加了 再加了 好吧 舉重這家東西,最重要是甚麼 最重要是找一個靠山來幫忙 你看看教練的手 多強壯 是,上 很肥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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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和Ken 那邊的臉紅了 絕對是正常的 因為這麼快 已經加到八十公斤了 沒錯,是八十公斤 撐住啊Ken 男人最忠奇的是筆舉 你記住,舉下去 好 好 真的很累 這個遊戲是誰想出來的 其實都可以的 也不是很重 不過我開始有點累了 不如當作打和吧 因為他感覺到好 我們那時候是他舉的 對,因為我開始時,最重要是我累 那我們來第二個了 好 好 這個就是我的拳擊教練 Mike Leade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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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最後一個遊戲 看到沙巴在這裡 當然是打拳 不過打拳有甚麼秘訣要注意 打拳最重要是形狠準 對,那如何為是形狠和準 那待會我教你幾個基本動作 然後你們做出來看看誰做得最好 我告訴你如何為是形狠準 那就是最型的那種,對嗎 應該要單腳 對,也不知道為何要單腳 我覺得女生有時打拳也很型 對 不如你再玩一份吧 好,我也想試玩 好,那先選一個英俊拳套 選完英俊拳套 就輪到學英俊動作了 一說到扮形鬥錯 我Edmond又怎會輸呢 1、2、對 然後膝床右腳 發正常速度 好 1、2、好 膝床 膝床,對,沒錯 好,那你們三人做一次 我看在旁邊就看你們做得如何 好嗎 好 好,我看見Candy的信心 沒有,這是基本的聲音 好,來,預備 好,先把膝床打拳 好,1、2、好 膝床 最後是甚麼 最後是甚麼 很棒 今天教練教我們三個基本動作 包括直拳、優拳和膝床 好,預備 好,預備 他已經很痛了 真的很痛 真的很重 好,是來的 好 好,第一拳應該是左手 好,剛才你們三個打完了 三個打得很好 不過我們請了James教練 看看剛才你們做運動 做成功 好,Jay… 覺得我們的表現如何 剛才兩位力度100分 有型的,相片也有型 全都有型 是型的,他主要是說型 最重要是型 對,不過我比較累 那打拳是怎樣 打拳兩位男生的姿勢 力量也90分 不過… 是沒有實力的 不過我覺得Angelo打得最好 因為Angelo加了喊聲 他加了10分 有100分 再說一次 讓你聽聽 太好了 Angelo贏了,所以是 不過話說,剛才拍了很多照片 那些照片在哪裡 對… 好,我們現在馬上過去看 我看,你真的拍得挺好看 你剛才的傑作怎樣 很濃 你看看你自己 鬥濃 不錯,不是很自然 我覺得… 沒錯 誰比較錯 先看看 不是,挺自然 你平時也是這樣 我是打造心 我是沒有錯 我也是 我是偏生的 老實說,Ken 為何無可拉 現在要操大隻 你真的明顯是… 黑實了 整個人和以前… 一點吧 大隻 其實都… 所謂的白掛了 還有這個… 書生都有六年 因為… 基本上 入行開始就一直都… 有些少許被人定了 形勢 你一定是很散弱 一定是… 就算拍戲 也一定是做一些書生的角色 學生歌 也想有些改變 就是… 有很多這一行的朋友 會因為… 譬如一套戲 或者一個項目 會去… 做某些事情 例如拍攝大隻 或者做些甚麼 但其實這次是沒有的 無論是曬黑 或者是做健身 即是大隻一點 其實也是想… 接下來的… 看下去 希望看下去會健康一點 作為一個新人 你自己的目標 又是設定到多遠呢 現在Ken的目標 就是想大隻一點 我接下來就出自己的專輯 希望可以唱歌 唱更多的好歌 給大家 以及拍攝更多的戲 是 有沒有想到 即是問一些師兄的意見 你剛才入行進行進行 是否認識 其實他一直都給了很多意見 以及一邊工作的時候 他們都會教我很多東西 即是教我 你在這裡要怎樣做 在那裡要怎樣做 嗯 其實你有教過甚麼呢 我想是… 有一個是… 他有一次做活動 是的 然後… 小小的 有一次做活動 然後他要跟另一個新人上台說一些話 然後他就… 其實他沒事的 他是出諸好奇的 那那個是誰 即是男兵女 就是他問這些 其實在別人的角度 其實這些問題可能會扭曲了 變成另一個意思 即是誰 即是… 厲害嗎 就是… 以為我好 對,厲害嗎 否則我不跟他一起 他有一點可能會這樣扭曲了 我們通常… 這些我也是學習的 就是儘量避免說這些話 令人有機會扭曲你 就算你真的想要問的 你就問一下公司同事 等公司同事幫你一問 有時就… 你自己有沒有試過怎樣撞板 我當然有 我才會學到東西 其實最近大家一起合作 有拍攝微電影 大家也要做一些對手戲 情侶的關係 你也熟練一些 拍攝過戲 也不是 Angela也算是初歌 會否都害怕 跟師兄拍攝當情侶 反而不會 因為可能我們之前也認識 不是第一次見到和一起工作 所以反而挺輕鬆 而且挺開心、挺有趣 他也很興奮 為甚麼 我想他… 因為那天拍攝微電影 我們整班人一起拍攝 很久都沒有試過 這麼多人一起做 對,通定做一件事 其實很久都沒有試過 其實是有趣的 他就更加興奮 因為是第一次 對 然後又覺得 你這麼大花,你很好玩 他還沒拍攝之前 那兩天已經開始… 很興奮 對 我們有個群組在聊天 已經有學習到 應該不斷說 很開心 很興奮 一定很棒 很開心 很興奮 但我們沒問題 但你開心在甚麼呢 因為剛才入行 所以甚麼都沒有試過 零細興奮 不,而且我覺得 像一個家庭一樣 我們聚在一起工作 我覺得整個感覺很溫暖 而且我拍攝之前那幾天 都很期待 想快點拍攝 對 對,很興奮 我們還買了很多食物 在飛機裡吃 除了剛才你教了Angela 做人處事的問題之外 可能你面對傳媒 這方面你的經驗比較多 對 也很多 你會怎樣給她 其實我跟著她的工作 已經學到 為甚麼 我們上星期 我跟著你去 跟著她一起去做一個活動 你看到傳媒問她 她怎樣回答 其實都可以吸收到一些東西 都放在袋裡 其實這方面我也做得不好 我自己也知道現在 還是不太懂得回答問題 不太懂得找東西說 我本身是這樣的 沒有的 反而有一件事一直練習到現在 就是不要聽別人說話 為甚麼這麼說 就是選擇性地聽別人說話 甚至乎有時候 當一篇報道出了之後 其實無緣無故被冤枉 無緣無故被冤枉 無緣無故被冤枉 有很多這些 踩到你英文不值 所以其實 不用太理會別人怎樣寫你 或者怎樣說 反而是做好自己 一定會有人去欣賞 有否想過 可能因為這樣的關係 真的害怕拍拖 不會的 這個是… 你也可能要顧及粉絲的感受 要顧及的 但他也要顧及我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 歌手和粉絲 或者藝人和粉絲 其實是有一個尊重在中間 我覺得當大家真的喜歡的時候 其實你做得好 或者你開心的時候 其實他也應該會開心 Angela,會否也害怕了 應該不會的 舉起你,你會否公開 如果有拍拖的話 如果感情是成熟和穩定的話 也會公開 一個很成熟的答案 是否要教你回答 不是 好,今天非常開心 和你玩了一整天 對,謝謝你 謝謝 好,謝謝 繼續努力,加油 謝謝